大家好,欢迎又来到《不倒涌》频道 今天是2024年2月23日第1154集 我们今天的题材是 信和武士,欺慎大祭D 在我们这一集还没正式开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给个like 分享我这条频道给你的朋友,订阅就最好了 我们今天的恒生指数真的有多有波幅 不过最终全日终于都要跌了 不是跌很多,跌了17点 现在恒生指数就在做16725点 今天的成交金额又不够1000亿了 只剩960亿元 不过现在这个2月份的第4个星期 下来这一刻就已经是整个星期 只是升了3天,但这3天足够了 因为整个星期最终是升了384点 我可以告诉大家,因为2月份 这连续这4个星期都是升的 现在加加上升的幅度已经超过1200点 所以暂时来看这个2月份 就是相当靓仔的 不过有些东西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根据上海证券部所指出 比较偏远的地方,比如吉林,广西等等的地方 那些城市商业银行最近已经密集式地发布存款利率调整的公告 调整的公告的利率当然不是向上调,是向下调的 那怎样调法呢?它是这样说的 如果是一年期的话,大概会由2.25%调到2.15% 即是调低0.1左右 如果去到5年期的话,存款利率原本有3.8%调多些了 调到3.2% 总之就是要逼你存在银行的钱就没什么利息了 最好拿出来用了它就最好了 如果那些人真的不存在银行的话 因为利息低,所以拿钱出来,然后拿去消费的话 那是对经济有帮助 不过如果不是这样,那怎样呢? 如果他们是拿钱出来,然后换去其他的货币 因为其他货币,譬如存款利息会高些 例如去到美元或者其他货币的身上的话 那他们就会沽人民币了 所以人民币的价值可能会再贬值多些 这个就是最可怕的地方 今天的上证指数终于你看到了 升就不是升很多,升到16点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就是又爬上去3,000点以上 那这些都是国家队的功劳来的 因为前一段时间,你看到它最低的时候 跌到2,666点的时候 每个都说,哇,有没有搞错?跌到这么厉害 那现在升回来,那就叫做稳定军心了 其实在第1,150集的时候 我就在说,香港是不是真的要以量取胜呢? 就是说,我们常常都要求要有多些的访客啊 来我们香港消费等等的东西 那今天呢,香港政府发出一个好消息 这个好消息即将会来临的了 就是听说内地政府下个月开始呢 就可以给多些的城市呢 就是来我们香港玩的 那就可以一签多行都行的 那所以这一次这样来看的话 那理论上,如果多些客来我们香港的话呢 那话多话少,他们都要在香港花钱的 那在香港花钱的话,自然对香港的经济就好了 那这个呢,是我们的合理和 reasonable 的考量来的 但是实际上,是不是真的他们下来 肯真的大量地花钱呢? 那这个呢,就是后话啦 还有,现在来看的话呢 偏远一点的城市,如果他们下来的话呢 都好的,为什么? 因为很难走得上去的嘛 那他们呢,可能真的要在香港过夜呢 那会令到他们香港的生意就会多些 但是如果他们都是想着其他方法 比如说下来之后,玩到晚上了 又回到深圳睡一晚先 然后将来再下来玩 如果可以这样的话呢 那真是对他们香港的帮助呢 就不是说特别大了 所以呢,你说以量取胜这一样东西呢 真的要看一个效果先咯 现在暂时还没知道的 不过当是一个好消息来听一下的话呢 那也是无妨的 我们呢,在上一集第1,153集的时候 就讲这个恒生银行啦 那它公布了业绩啦 那其实呢,业绩呢 就不算是特别差的 而且呢,那个派息呢 也都是增加了 所以呢,应该呢 都叫做有好结果啦 不过今天呢 我们的恒生银行呢 那个收市价呢 就是要跌少少啦 跌了呢 大概是四日子 那不算多 现在还是保持在90元以上 那当然有些的观众呢 他就说 哎呀,你要看恒生银行这个公司的股价 又很高位跌下来喔 那所以呢 他升少少 譬如说那个股价升10%呢 就不算是特别多的 这么说 那这件事情我就认同的 那只不过你都知道啦 买股票呢 那有高有低的嘛 那如果你是不是那么好彩的 在高位买入的话 那跌到现在这个水平的话 那真的不怪得谁的喔 因为买卖股票啊 投资那样东西都要讲时机的嘛 时机对的话 那别人可能会欠钱 你会赚钱 那这一件事就真的很难说 所以呢 如果你要看着这个 恒生银行 他就来发布这个 末期的股息了嘛 那三月初开始啦 那所以如果你觉得 应该要领埋这些价值的话呢 那你要看下呢 什么时候来一个好价买入的话 又可以令到自己回报率又高些的话呢 那你不妨自己考虑一下啦 那不过 趁现在呢 就讲了另一家呢 是真是全华之公司 那就是这个东亚银行啦 那东亚银行呢 也都公布了的业绩喔 不过业绩方面呢 大家看一看 看一看他帅不帅仔先啦 那收入方面呢 就增加超过接近六成啦 那算是不错的 那而且呢 在这个 每股的股息方面呢 就是派息方面呢 也都增加了 接近六个percent的 第二次的中期息 那算是都是不错啦 还有一样东西 就是这个正息差呢 那个率呢 都比汇丰银行好很多喔 好似跟这个 恒生银行是差无几的 都有成2.14个percent 那算是不错的啦 那这份成绩表交出来之后呢 理论上就应该要接受啦 是不是 那不过呢 最关注的呢 当然当然是说内地的情况啦 所以呢 他的行政总裁这个叫李文斌啦 他就表示内房市场呢 现在都是充满着挑战的啊 那相信这些压力呢 已经是见了顶了 即是说呢 他以前已经做了很多的撥笔啦 类似那些东西啦 那最终呢 现在应该是 风险方面呢 应该可以呢 管控得好些的 他说呢 东亚银行啦 在内房那边呢 售贷出去的贷款呢 就比上年呢 是减少了大概165亿啦 那降到下去呢 就是540亿 那是对的 如果有些地方风险高的话呢 借钱借少些出去 他宁愿做少些生意呢 那就好些的 你都知道啦 东亚银行里面的钱 不是他自己的嘛 是一些存户的嘛 那么你起码呢 你要赚利息 或者赚利息 或者赚利息差呢 没问题 但是你都要保住人家那份的本金才可以的 对不对 另一方面呢 就是他的大佬啊 李文桥呢 他也都讲及呢 我们香港的楼价的情况啦 他说呢 香港呢 现在出现了呢 贷款上的确是有点问题的 但是呢 就不是说特别多 尤其呢 香港的商业的 这个商业的物业的贷款呢 是有八成以上呢 都有不同的抵押品呢 是覆盖的 就是说呢 在香港呢 如果要做这些这样的贷款的话呢 咦 拿层楼来 顶住当先 有抵押品的话呢 就可以借钱给你啦 所以呢 银行他说 其实呢 都不需要特别害怕的 不过预期呢 就是 香港的今年的下半年呢 理论上呢 那个利息应该会跟着 跟着这个美国那边呢 如果真的有减息的话呢 就会向下跌啦 那么到时呢 就对这个 香港整体的那个 楼市的业务方面呢 就可能会好些喔 不过他说 现在呢 就最怕的就是这个 这个息差呢 可能收窄了 不过收窄了的话呢 可能对他这间公司的影响呢 未必太大 但是一定有影响的 好了 这个东亚银行呢 今天的股价就升得挺帅仔 今天呢 我们的恒生指数都要跌十几点嘛 但是呢 他就神勇喔 现在呢 升到呢 接近十元的水平啦 今天升了接近4.4% 但是呢 他那个股息的息率呢 就一般的好的 只有大概5.4% 那这间公司 买不买得过呢 那就自己想过先啦 不过呢 他在香港 我也是那句咯 如果在香港 只是做香港生意的 不要搞那么多事干的 穩打穩摘的话呢 肯定有一口饭 给这个东亚银行的股东吃 但是如果你到处搞的话呢 到时钱就赚不了了 还要亏大大大获地回来的话呢 那这一件事呢 才是比较惨点 我们首先呢 来看看这个信和集团先啦 那信和集团呢 今次的成绩就挺好 不过呢 它是截至到 这个十二月底为止的六个月 因为呢 它那个结算呢 就不是在这个十二月底的全年来说 所以呢 今次呢 只是上半年 那信和呢 他就说股东应佔的基础日利呢 就高达呢 就是29亿4千万的 那按年呢 很好彩哦 有得增长哦 增长了5.1% 不过我们最紧要就是看下半场先啦 是吧 不过他说 如果计及这个非现金的项目呢 那个物业投资从股 亏损了大概1.4亿元 那就已经不算多了 总之一句说完 他现在这个中期呢 那个股东应佔的日利呢 大概就是26亿 2千万左右 其实按年呢 都升了6.3% 算是不错的啦 而且呢 就是维持回那个中期的派息呢 就是每股15先 那就几好啦 那其内呢 在这个信和整体的收入方面呢 就大概有49亿左右啦 其实按年呢 是跌了的哈 跌了呢 是接近是23%的 那另一方面就是这个物业的销售方面呢 总收入大概有66亿啦 那这个66亿呢 就升了70% 很可能呢 就是上年呢 那个业务都算是叫做好的 不过呢 今年来呢 那就比较麻烦点啦 哈 至于在租赁方面呢 他说总租赁呢 收入大概有17亿8千万啦 按年 这个真是幸运啊 按年还可以升大概2.8% 那其实呢 最主要呢 就是这个通关了啦 和这个游客啦 和商务的旅客呢 都多了啦 那市场气氛好了 那这个他自己说的 其实是不是事实的话 我们自己走出街的话呢 我们都看到的啦 至于方面呢 他说呢 写字楼方面呢 仍然呢 都是面对着挑战的 他说虽然呢 是通了关的 但是呢 写字楼的需求呢 依然呢 是比较放缓了些 加上市场上呢 现在呢 推出来的 就是那些的甲级写字楼呢 就越来越多啦 所以他说 无论在出租率方面啦 而且在这个租金方面呢 都是售额的 那如果是售额的话呢 就是说 未来日子方面呢 写字楼就未必这么好了 那铺租方面呢 就可能会好些 但是你都知道啦 信和的铺头呢 就未至于好像新鸿基呢 是做得这么英俊的嘛 所以呢 他这些铺呢 可不可以真是 加多些租啊 甚至可以减租的时候 都减少些的话呢 那就不知行不行啦 哈 不过今天这个 呃 公布了业绩之后呢 这个信和的主席王志祥呢 他就说 哎放心啦 我们展望这个2024年的集团呢 都会是不断地看 从这个不同的宏观的 环境方面呢 就看下怎么可以灵活性地走位啦 管理层呢 也都会做好他那些的生产力啊 控制啊 成本啊这些等等的 都会做得好的 他尤其强调呢 就是他的集团那个财政的状况呢 是非常之稳健的 那至于怎么稳健呢 转头呢 立刻告诉大家一下 我们呢 现在来看看信和今天那个股价啦 那有得升 还是升得不错 升了整个2.2% 现在呢 就做着每股呢 是8.5% 那么他的息率呢 都挺好啊 回报率呢 是大概超过6.8%啦 那属于是不是好呢 那最紧要呢 就是看他现在的现金状况 是人都知道呢 信和自己打了开口牌的啦 说他自己呢 手头上拿着大量的现金 而且呢 根本就没什么债务的 那怎么稳健呢 那现在立刻告诉大家 他说 集团现在拥有的现金呢 在银行的存款呢 是高达441亿元 那么厉害的 如果扣除呢 现在的贷款大概是8.3 8亿3千万左右的话呢 其实集团在这个 2023年12月31日为止的话呢 拥有手头上的正现金呢 是高达433亿元 哇 这个数真是不得了啊 现在有现金在手上呢 真是最稳妥的啦 到时可以看有什么漂亮的地方啊 有没有什么漂亮的楼盘想买的话呢 真是随心所欲呢 怎样买都可以的啦 所以这间公司现在呢 稳阵的 就是手头上拿着庞大的现金咯 而且呢 它拥有的现金呢 是超过公司市值的一半以上的 所以大家如果拿着它的话呢 都可以很放心 起码未来日子里面呢 相信这个股息呢 就不应该会减的 不过呢 比他大间一点的公司 比如这个新鸿基呢 那他呢 就有话说啦 因为第三代呢 都出来说话的啦 那怎样说话呢 这个执行董事 这个叫做郭基辉啦 那他呢 日前呢 出来说话的时候呢 他就说 喂 其实我们香港的楼价 都已经由高位呢 是跌了25%的啦 那他说全香港呢 拥有私人楼宇的话呢 的人士呢 是超过140万间的 那加上有40多万呢 属于居屋的 这些呢 都是叫做私人屋院来的嘛 那所以如果楼价继续向下跌的话呢 会带来给市场一个很严重的冲击啊 那所以会令到这个资产呢 是会造成贬值啦 那贬值的话 对人家的财富效应呢 肯定是有反面的影响啦 还有一方面呢 这180万个家庭呢 他们的财富累积呢 都是来自这些 自己的财产的嘛 就是这些这样的单位的嘛 所以如果是贬值的话呢 他们连消费能力呢 都相对来说都会减少了的 那如果减少了的话 对大家有什么好处呢 所以呢 他其实想带出一个讯息给政府 就是说 喂 其实香港政府呢 现在呢应该要接受呢 无论是新鸿基也好 其他地产建设商会也好 其他地产建设商会也好 他们都是同样说一样东西 就是快些设立啦 这样说 那不过 不知道听不听到啦 我们要去到呢 就是迟些这个 啊才爷呢 看看他有些什么说啦 因为他在这个月底呢 就会有个财政预算案的公布了嘛 那这一样东西呢 就是比较重要一点的 所以大家呢 在这个月底的时候呢 一定要听清楚了 那么新鸿基呢 这一排的股价都好一点啦 前一排呢 哇 差点见他 连七十元都守不住 那现在呢 这一排好一点啦 去到大概七十六元的边缘 那么他那个回报率呢 就大概有六点五百分比 那么这比这个信和呢 只是虚一点点 或者输一点点而已 但是如果说 size巨大的的话呢 那肯定新鸿基就大个信和好多啦 那么现在呢 大家都知道呢 新鸿基建设商会呢 就是第一个漂亮的 那么第二个设计得好的 肯用一些新鸿基去建设商会呢 所以看一下这两家公司你们觉得应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去投资呢?自己不妨自己想清楚啦 下来就要讲一下这个稀慎轻业啦 稀慎这家公司我其实挺喜欢的 因为早前有一排就去过这个稀慎广场附近啦 看到它的物业又多啦,管理都挺好啦 加上那时候人都旺点,现在就不知啦,下次有机会再去铜锣湾那里走一走呢 就知道它附近那里到底生意好不好啦 不过它早前已经打了开口牌的啦 就是说它的公司就因为有这个叫物业的投资的公平价值减少了 所以会令到整家公司最终在账面上来说是会今年录得亏损的 不过如果说它这个基本的日利方面呢,它是正数的 只不过是跌了14%,就赚着18.3200万 但是如果全年来看的话,加上这个物业,投资物业的减值的话呢 那就会亏损接近9亿元啦,就是有8.7200万元左右啦 那末期息呢,最惨就是这一样东西啦 就是股东最害怕就听到这一样东西 就是减少了31%啦,只是派得81先 那当然当然是不开心啦 而且全年呢,每股的派息也都减少了25%啦 只是去到呢就是108先 那但是其实108先的话,如果看回股价的话呢 其实它都算是派息派得几好的 那当然它也有提过一样东西的 它说去年呢,这个写字楼的业务呢 组合方面呢,只是租得出89% 那其实呢,不是那么好的啊 还有一样东西继续讲的 就是它这个租金的水平呢 是持续向下,就是说呢 一是不续租,一续租的话呢 就那个价钱呢,又要再向下呢 抹低一点啊,就是每次呢 可能以前收了40元,现在可能收了30元 那才行,那对它来说就不是那么好啦 反而呢,就是这个铺位方面呢,就不错的 那大部分呢,都可以租得出 大概租出了97% 只有3%的空置率这样的 那当然在逐租方面呢,租金水平呢 都可以维持的,甚至可以呢 如果旺的话呢,还可以上升多一点点 不过希臣就这么说的 他说由于呢,全球这个经济是不明朗啦 那利率也是高企啦 加上有这个地缘的政治环境的一个紧张气氛啦 内地企业方面呢,财务压力都大 这种种东西呢,都会影响到我们香港的经济活动的 所以呢,就令到我们香港的写字楼的活动呢 就可能会是比较疲弱些 所以你就知道咯,现在呢 还要建一些多些的甲级写字楼的话呢 供应又多,需求又减少 那你说怎么会好啊 再者就是这个,我们香港的经济复苏呢 比预期的都要缓慢啊 所以大家都不要想得太好了 尤其是写字楼方面呢,今年真的有排都有麻烦的啦 那至于,如果我们看个派息的话呢 那在过去那六年呢,今年来呢 就真的不像样啦 因为减少了25%的话呢 令到很多的投资者或者股东呢 都会很失望的 那但是,如果你看看欺慎卿业呢 它的股价呢,今天又要跌喔 今天呢,就会跌多4%啦 那就跌到13.24%啦 不过,如果你现在这口价买入的话呢 如果,下年它那个派息不变的话 继续派回108%的话呢 那所以它那个回报率呢,就厉害了 去到10.8%的回报率 喂,这个回报率真是不差的啊 那还有说,这些呢,公司比较坚挺些的 就是实际上呢,业务都好些的 最怕就是什么呢 下年呢,再减少派息的话呢 那就真是令到股价呢 就会再跌多一阵啦 所以我就说啦 今天的标题就是说 顺和没事啊 不过欺慎呢,就会大劲些 那现在看上去呢 似乎又真是挺大劲的 那啊,不只是它的啊 迟些络络络络再公布的 其他的类似的公司呢 那都会有麻烦的 早前不是公布了的就是这个行动地产啦 那它内地那方面OK的 就是香港呢,只是保持平稳的 所以欺慎兴业呢 在这一方面 如果它跌的话呢 我一点都不觉得出奇 那当然这间比较小银点啦 遲些最紧要呢 就是听一下李嘉诚那间 详实集团嘛 那间一公布了 和这个新鸿基一公布了的话呢 哇,那他们呢 大概都知道 意识到呢 在这个2023年呢 全香港这个地产市呢 到底去到什么水平啊 所以大家呢 真是不要放弃啊 现在要继续听下去 如果想在香港继续投资的话呢 就一定要听完这些东西啦 好了 这一集呢就说到这里为止啦 多谢大家花时间看我这条片啦 感激感激 这一集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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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